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前婚后我们的快讯 英语的婚姻 婚姻咨询 那个离婚证出已经千里半了 很失败的那次咨询经验 就会了解到说婚姻里面总是会有一个租队友 才会造成这个婚姻不合 离婚 什么有的没有的 而且我发现我们到这个年纪 大家都已经结婚大概有快十年以上或是以上 然后就会开始遇到就是开始有人要离 真的是要有人要离婚 这些话题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你是住队友吗 我们先让这个会complain可能会比较多的女方先 我真的觉得这几集我老公都不能听 他说你现在拿我来当你的那个吗 发泄的管道 那个上一集是有没有那个 当我来收视率吗 其实我跟你讲 那个盈余的先生要很感谢我们两个 因为为什么 他今天讲的东西我们都帮他解释 对我们帮你解释 可是我真的以我对你们认识 我觉得你们没有他猪头 其实我觉得都有 对啦 只是选择性的猪头 应该是说我没有跟你们生活相处过 如果说我以为说你会招待啊 对我们都是外表光鲜亮丽 OK你们会帮孩子换大便的尿布 会啊 你看光是这一天你们就赢了 话题解释 他是猪队 我们完善的 我必须要说我老公不是不好的人 他也不是愿意当猪队 但是他在孩子就是我们也不是新手父母了 已经有很多年了 但是很多基本的事情他还是那种 他是我要问的是他不会 还是他不做 还是你们分愿意 还是你们没分到他做这件事情 他没 应该是说他都不会想到自动要做 嗯哼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女生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就常常做 就是女生会觉得说 哼还要我讲 他说你讲我就做要干嘛 对 我跟你讲为什么 所以我也觉得说 就是我觉得他完全不 他不是真正的 他不是故意是猪队友 而是 他常常要我提醒 我觉得这是男生跟女生的相不同的地方 对 为什么我要 我讲我们家的比较实际的情况 就是呢 我有时候做的时候 不是达到他的满意 他就会念 有时候呢 我做的时候 可是一开始做是你自己先自动去做 自愿去做的吗 我觉得这个粗话点已经是差很多了 要看情况 有时候 没有他讲看情况就是他不是 不是不是这样讲 我们的认知 我老公判你来了吗 不是我们的认知不同 打一个比方 我们家的 比如说盥喜事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那个 那叫什么 那个什么 琉璃 琉璃台 琉璃台 琉璃台有时候会脏 就是比如说你牙膏什么滴到什么 对对对 水滋 我看到当下 我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做 我可能赶着时间要去上班 我可能赶着时间要干什么 可是当我有一天 我觉得 我现在有时间 然后又他还是脏 然后我看不顺眼了 我就 没有人讲 我也自己去做 那我觉得有时候 被他念的时候是 刚好他比我先看到 然后他就念说 为什么你都不做 可是第一个是 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讲好的 那你就其实 所以这时候跳出来是什么 那是不是 你跟我讲我就去做了 OK 我现在刚好有时间 OK 你知道我老公常常跟我讲什么 他最讨厌我用每次 对 对啊 为什么每次你都 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用每次 对对就这样 然后其实我现在就会 我现在就会改口了 那你就说 为什么你这次 对为什么你这次没有 很急症 就没办法 我们是DJ做这一行吃饭的 我前几天 前几天才被我老婆骂说 那个 你知道晾衣架不是就是勾勾吗 然后衣服 我觉得他很多东西可以 然后 这个我没骂过我要学起来 对对对 你去听他讲 然后我收衣服的时候 因为那天 那几天风很大 而且我跟你讲 我 衣服也是我晾的 我晾的时候他就在上面了 所以我就把它放上去了 所以我拉下来说 没有没有收那个勾子 然后没有没有都没事 但是是他出去要晾衣服的时候 他说你这个勾子都不能收下来 你每次都留在上面 然后我就想说 可是上一次是你收的 你也留在上面 为什么要讲到每一次 所以我觉得是用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女生其实你就 夸大其词 你不需要配合这个情绪 你就直接把你的要求讲出来 你下次麻烦你把那个收一下 因为我这样拿不到 其实外国人 我有上过外国人的那种勾 就是在职业上的 他们有从我们去那种沟通技巧 他们就说这种 当你不高兴 不满意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要说 你都 对对对 Why do you always 不要说你要说 麻烦你做什么 应该是说 当你做这件事 或当你不做这件事的时候 让我觉得很困扰 因为 可不可以请你下次 我现在讲一个我的观点 就不是每次只说这一次 我可能讲出来以后 就变全女人公顶 来啊来啊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这个没有求婚之后 应该就已经是全女性公顶 已经是out 对对对 没有我一直都有一个 也不是纠结啦 这个其实我已经了解 但是 我会觉得 还是觉得为什么 女生常常 不管讲什么 就是不管大事小事 要争吵什么 都没重点 对 而且带有情绪 带有情绪又没重点 所以他们会 我肯定是情绪分 你先听我讲 他就是会先讲一件事情 他就会 延伸到别的 他就会对对对 就是你就跟我讲说 晚为什么没洗 我就跟你讲说 因为我要忙什么 不是 你今天在家里都没事吗 对 什么意思 那个水槽中的东西 你是没看到 那你要表达什么 洗碗 你就跟我讲说 今天碗为什么没洗 那我可能就给你一个answer 我今天有点忙 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等一下会洗 不是就结束了吗 我觉得我真的是 在这几年来 我刚才学的是不是太像了 我真的学会 我觉得我以前 我以前也是类似像这样子 你都不知道 我很累 到时候我真的希望 我真的很希望你主动帮我 不要我每次都问 可是后来 我们真的也是良性沟通 之后 我终于学会 他就是需要人家 黑白字的跟他讲 对啊 所以我现在都跟他讲说 我今天真的蛮累的 今天就请你洗碗 对啊 我觉得男生 跟男生沟通 就是命令 是会最好 现在讲的 突然说 他说 就说什么 我的时间的什么 都不会什么弄 然后他就讲一堆 反正他重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家有洗碗机 然后他就可以用洗碗机 这样就好 你真的对洗碗机 他讲的 他讲不是我讲的 你刚才讲的故事 你刚才说 他刚才讲那个 他的重点是 前面都是废话 都是废话 可是我要讲一件事情 因为他觉得我下午在那边洗那个碗 然后对他造成不便 为什么下午对他造成不便 因为他就不够多晚 run一个load 对 然后呢 这件事情 这就是你没智慧了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想到的嘛 所以其他的女生 就跟他讲说 那你就用洗碗机什么 对啊 回家就开始用洗碗机 可是你要知道 当时为什么我要起那个碗 因为他觉得他回到家的时候 有碗在里面 他很不爽 他不能够 那个叫什么 主办什么的 你真的不聪明 你为什么就不把脏碗放进去里面 等晚上一起洗就好了呢 因为我人也在现场 你也是说说你真的没有整过来 重点是其实 这一点我真的无法站在你这边 就是 OK 用洗碗机洗是一个topic 用过的碗 放水槽 还是冲一下放到洗碗机 就是另外一个topic 你为什么不能用碗 冲水放洗碗机 而要放到水槽 对啊 为什么要整个洗起来 不是不是不是 为什么你的两者是 要嘛就放在水槽 要嘛就一定要洗起来 为什么不能把脏的碗 放在洗碗机等晚上洗 重点是你们炒过 你那个不用去倒不用冲一冲再放进去 冲一冲再放进去 对啊 我觉得对我来讲 那个冲一冲再加上刷两下 我那个很快啊 所以我觉得把它洗好是OK的 所以说我应该是说 你们两个应该要达成一个共识 觉得说以后就冲不要洗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这就是我讲的 然后他有时候会说什么 你都不洗衣服这么说 就是一次没洗 讲到洗碗机 我觉得洗碗机给你们家带了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们另外一集有聊到这个 就每天在聊洗碗机 不过最近呢 我老公不知道哪个人已经对劲了 就我星期六还是 星期五的时候太累了 所以我其实 因为我很怕蟑螂 所以我很不喜欢把脏的碗放在外面 就算我很累 我会把脏的碗 而且不够完的话 我会把脏的碗至少放在洗碗机 然后把它关进 至少不会有东西进去 对 不会吸引蟑螂 anyway 我那天真的太累了 然后他刚好也加班 我就没有交代 我就睡着 然后想明天早上起来肯定很累 就早上起来 我看他比我早起来 然后他已经把洗碗机 放进去开了 甚至是他还 我那天真的是累 因为我睡到麻烦 重点是 这女人的那个剑 就是他 然后说哇 谢谢你洗碗 然后他刚好嗶嗶 刚好我就打开 让那个热气出来 然后他说 你又要念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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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有病吗 那我就说 这么一点点怎么放洗碗机 对所以我就觉得 你知道洗碗机一次run三个小时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呢 我做也被骂 我不做也被骂 那我不做被骂 我觉得 我没有浪费时间 我干嘛 我现在学坏了 我现在都是很sweet的骂 我说 哎呦你既然放洗碗机 谢谢你 你是有外遇是不是 没有 洗碗机 很sweet的骂 我知道已经学会骂人的技巧了 就让他觉得说 到底他是在谢谢我 在骂我 我就 老婆你这太赞了 你希望 谢谢你 我昨天的累就是跟他说 我太赞了 然后说 可是他下次 讨厌欸 又要下次怎样 可是他下次多一点晚了 所以我觉得 可是重点是 我不会停到 我就说就这样 然后就戴口说 等一下早餐吃什么 就趕快讲趕快过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说不要唠叨 头过身就过 应该是说我学会不要唠叨 讲话的人 我把我该讲的讲一次 其实就好了 我 因为其实你现在 那个银鱼这样讲 我好像又要默默站他那边 其实我觉得 猪队友的定音 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呃他没有办法帮你 然后一直在扯你后腿 对 然后你懂吗 那我觉得这 我们都不算 我们都不算 因为 我的意思是说 男生女生都不算 他其实就是 我可以讲说 想法的不同 因为一个是说 我希望你明言告诉我就好 来我给你一个猪队 星期天的时候 我们邀人 我们邀 还有时间 我们邀两三个家庭 来我们家 就是来个居然 现在开放了 那就有几个人 来来聚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是 比如说星期四 就是有几天前 已经会计说 我要谁谁谁来我们家这样子 然后 没有我们两个 完全没有 你们上次聊 的时候我也没有在那边 好好好 继续 下一站记床 重点是 反正就是 其实加减减也是有十几个人 就两三家嘛 你一家四口 不是三家 差不多 十几个都有小孩子 乱七八糟的 重点是我们都已经 早上就想说 OK 我们今天来煮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是 下午就去买菜 然后几点开始 就是大概 也不是真的 我们不是真的很schedule 只是大概聊说 那我们就 就顺便出去买个菜 这样子 记得买条鱼之类的 然后我说 我邀他们说 四点之后就可以欢迎来 孩子可以玩一下 再进入晚餐的时间 不要一来就坐下来吃 这样子 重点是呢 他 三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呢 就说 诶 我要出去买个东西 我说 我刚不是出去买东西吗 你有什么东西 是什么姜 还是那种很需要东西吗 他说 哦没有 我就想去看看 就是想看个 他说买什么 我突然觉得想吃个虾 还是我们应该 反正他就突然来一个什么 姜哥 就是其他的东西 我想去看看饮料 可是我们刚刚 然后我那时候已经 一般在煮菜 孩子已经开始 有个那时候其实在 客人也准备要来 然后我要搜一下家 我说你一定要先来去 我们就开始煮 然后我走了 然后 真的出去了 真的假 所以说我一边煮饭 然后一边管孩子 因为那时候其实 其实有小小 我有一个才两岁 有一个小小孩的 你知道其实四五点的时候 他有点会太前到 因为他开始有点累 有点饿 有点饿 然后就有点欢 对 然后人有叮咚 陆续再来 我要开门要炒菜 我会觉得 真的 那你那张纸 有没有放在他枕头上 那附一支笔 我让他 我让他睡觉的时候 拿他的手钱了 没有 然后他就说 Hello Lisa 你老公呢 我说 他刚出去买东西 你说 哪一位 哪一个老公 我告诉你 猪队友 好啦我必须承认 这个是真的还蛮猪透的 他就说 哦是好你们要买 你要买什么 他就说 他想去买饮料 结果真的是 没有主要就是 可是 我是觉得 这个必须神经要够大条 才敢做这种事情 对 他其实心里就觉得说 我能handle 那我 说实在 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其实在一开始 刚结婚 之前有另外一个单元 也是有讲到说 婚前婚后的不一样 我觉得我婚前 就是 首先要帮他做 就是 帮他煮菜 帮他洗衣服 然后婚后的前面一两年也是属于那种 新婚 然后就是 那种就是 就是完美交气的那种 那种 朝那个方向 对对对 造成他有可能觉得说 而且我那时候也是 然后我又是全职 在上班 他就说 哦 you can do it 我觉得就这样讲 你不要一直说 你说 为什么你不能自动自发去做什么的 我觉得你把男生想的 他不是跟你想的在同一个线 同一个线 我们这个生物比较高等 你们intelligence 因为就像你讲的 我真的是有时候很怀疑 刚刚野孩子有提到说 他搞不好觉得你可以handle 是不是 我是 对我是觉得说 这就是那种傻眼的地方 不是啊 我当然懂你 因为你从你这边讲出来 当然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块 但是他当下可能没看到啊 对不对 他当下 他现在兴致很高 他会觉得说 我来帮大家加菜 我帮大家买饮料 对啊 而且他再加上说 就像我有时候朋友来我说 让我出去买一瓶 买一箱屁 但是不是当12个人要来你家的时候 你知道no你正在煮饭的时候 不是啦 但是就是因为男生比较直接 还有我们才刚从外面shopping回来 我说我们刚刚在亚洲超市 你干我不去买酸梅汤 一定要先来买吗 所以我 我其实 我说一定要酸梅汤吗 我说oh my god 好啦反正重点我是觉得 那其实 对我来讲 如果我是那个 在那个同样的situation 同样是这种状况 然后也是小孩在那边找 我觉得 做太太的 你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就好 你就说等一下不行 我现在要煮饭 你要不在买 如果他这样讲完 我就不会去了 可是我真的是一晃神 他就走了 他懂的tempo啊 我说你一定要现在吗 我说等一下 然后我说 欸你先 我在گooo 他说 爸爸刚刚才有一阵烟 他就不见了 哈哈哈 你认识 我整个就是 他就会去继续煮我的菜吧 如果你女方就是我太太 如果这样讲 那好 那两个选择 第一个我放弃 第二个我带小孩一起出去 厉害 哦 对不对 但是 对 你不讲我不知道啊 你们两个我要 我要多带我老师 Rever behind your friend 下一次来兵 但是我也可能有 一样的冲动说我想要出去 我现在很想要干嘛的 可是我觉得女方就是 你讲 你把你的 想法想出来 对 难处讲出来之后 那我懂了 那我知道我就留下来 或者是做另外一件事 我不应该说 一定要限战吗 我应该说 你让飞人那两秒 对 我应该用那两秒说 孩子在闹 人快来了 我在煮饭 就是要烧焦 不用 你现在就说 你不能去 或者是你 你顾小孩 你顾小孩也可以 就是你明确的告诉他 你顾小孩 或反过来说 你炒菜 我去买 他就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有试过 他有时候 他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 我们在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 就差不多 就是八点 那有可能 晚餐没有成吧 他说 我想要吃小孩 你还去买咸酥鸡 那我每次以为 等一下说 孩子睡了 其中一个人出去 可是他都 我说 然后他说 那我去买了 我说孩子还没睡 我们等孩子睡 一等他休息的再走 然后对不对 就是有几次这样 然后我就试过 我说 好那要不然 那要不然你用那个 baby睡 然后我去买 我说其实也没那么饿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立场要转换一下 男人这才是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女人还没心机 女孩子一些忠告 就是像 说 有的时候 像你说 朋友来啊 我要炒这个 我要炒这个 以男生的角度 有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 我们会觉得说 那就没我的事 干嘛要搞这么复杂 我们可不可以就买一个 sushi 买一个披萨 我们回来 就大家吃吃喝 你也不用洗碗 也不用收 我们就搞定了 你干嘛又 有时候 我要炒个面 女生会把事情复杂化 我自己 我想要这样 我常常会这样子 我只是开标题 我没有跟人吗 星期天这个例子是 我们一起在聊说 那我们晚上简单吃 要不然 我们要吃火锅呢 还是要吃 就是春菊 就是直接包 润饼那种 就是直接自己包的 然后是我们一起决定的才来 对哦 可是他决定是 他帮你决定你要做啊 他决定 应该是说 他要决定吃什么 我做的意思 对所以你要有这个认知嘛 反正我觉得 我对他的猪对我 就是说 我一定要讲那种名说 不准走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结婚都十几年了耶 是我的问题吗 It's not me it's you 全部男生都是这样 全天下男人犯你的错 你不会那么摆布的 我一样 应该是说 应该说你老婆 应该不会那么幸运放过你 所以说你不会这么摆布 没有没有 我也是觉得是 真的是我周遭很多的 老公老婆里面 都有这种问题 就是 就像我讲的 我们去一个朋友家聚餐好了 老婆就是 哎呀 要准备这个准备这个 然后老公在那边 然后老公就跟我们聊天 然后做做 因为 我觉得一个男生认知就是 那个我能接受 他就做hosting 我们要host嘛 I'm fine with that 对对对 我们要照顾客人 好来 猪队有number two 对对对对 你讲完我要讲 然后这个太太呢 以我的角度说 其实你也不要忙 要一下客人都还在 我去切个水果 对 客人还在 坐下来一起聊嘛 一起来坐嘛 就是大家都在嘛 I'm 我其实是那个 其实我其实要大家来 就是用sushi platter 对呀 我告诉你 那个 所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 猪队有number two example number two exhibit B 那个上个礼拜六 对对对 这个是每次款待 我跟你讲 我还用那种象声的声音吗 就在上个礼拜 留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然后就这样 登登 那个law and order law and order那样子 发生什么事 我跟你讲 不是上来 这是每一次 有客人 又来每一次了 又讲到keyword 每一次 这个是我朋友都能够 他们是证人 真的假的 又每一次吗 我的老公不得不说 他是内向的人 他是一个introvert OK 他是一个内向人 孤僻又内向 所以说 对他讲其实 我也知道 social对他讲 是蛮辛苦的 就是蛮累 他也可能 没办法跟他啦 对 那其实他也是 喜欢跟人 那跟很熟的人 就是说 就算是跟很熟的人 他有可能 一开始做hosting 慢热 没有他其实一开始 因为都是熟的人 他也是hosting 说我买一个虾 喝啊喝啊 什么干嘛之类的 那其实我也很乐意 用烹饪来 款待大家 所以我不会 可能会说 你怎么都不来帮我切 所以我不会 那哈 这一点我们还OK 重点是 重点来了 重点是 前面吃饭前 有可能一两个小时 大家聊聊天 然后吃饭 吃饭的时候 差不多一个小时 聊天 吃完饭 大家继续聊天 说 诶 老公呢 他会去房间 躺着花手机 真假的 我跟你讲 大家都还在 这就有一点 他是ntsocial 耶耶耶 就是他觉得他quota 他已经就 我已经达标了 那个social overload 而且他很smooth operate 他整个就是 嗯 然后你是那种 诶 已经八点半就 诶 老公刚刚都不在诶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 你老公是什么星座的 他是天秤诶 天秤诶 他是知悉 应该是知性的 可是他 他就是他 他应该是知性 可是他的天秤快了 哈哈哈哈 他是歪的 这个有 这个就有 every time 然后我的朋友说 你老公又溜了 他们已经是觉得说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说 不过 因为门都开着嘛 所以他们有可能在 门都是开的 因为他只是 你是说门下面的狗出 进出的那个门 他也不是说 这个自闭关起来 可是我再问你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餐厅 然后说 诶对不对啊 他那个Lisa 那个Lisa老公是不是这样子 他也说 哪有 他也是会从房间 有个回应啊 只是他就是蓝骨头 他是想要躺下这样 刷一下 他就是想要躺下 那你就在那个客厅买一个 那个蓝骨头啊 对啊 我们有一个那个蛋 那个蛋型的链 egg链 那个swing的链 那他喜欢的就好了 可是那个不够平 他还是要平躺 而且是关着灯 如果有客人在 好像就直接走出去躺的也蛮怪的 等一下 我要问一下 连我爸妈在 你的客人是指哪一种客人 是你的客人 你的朋友 还是他的朋友 是 共同的朋友 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同一圈嘛 啊 共同的朋友 而且是有男 不是说都是姐妹们 是有男有女 因为像如果 也有他的朋友 我太太的 有长辈 朋友 你会离开 我会离开 我会被赶走啊 你会被赶走 他说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要聊你们 对对对对 然后说 哦 不好意思 我要走了 没错 那个no 是那种 你会觉得说 而且重点上一开始很活跃 有那种hosting 来来来来 我给你看 我自己 没有啦 因为这一点我们比较不能理解 因为我们在场三个都是可以跟人家打屁的嘛 他是内向性 虽然为什么 像你太太是属于内向的外向 他也就是 有场合 没有 应该是属于闷子 带的出去 没有就是有场合他还是会 可是他天性应该是比较属于内向 对对 有我在 还有人 有讲话的余地嘛 懂吗 就是大家都听我讲就好了 哈哈哈哈 反正 对啊 也不是说猪队友 只是有时候你觉得又需要他 或是想要很想要他在旁边的时候 你觉得他人类 又溜走了 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character吧 就是如果你的朋友们都已经认讨 或者习惯这件事 我打个问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他的朋友来 他自己的朋友 他没有朋友来 他没有朋友来 应该是说我们每次要都是要夫妻啊 或是我们的共同朋友 哦 那 哦 对 所以说他不会说我有几个兄弟要来 他没有吗 他没有说都是那些男生邀他去 我每次邀我姐妹来根本都会来啊 你姐妹 哦真的哦 讨厌 讨厌讨厌 因为我们两个是不会有这问题啊 就是我们如果去对方家的话 都是一起进房间 讨厌 没有人单独的 你刷我一下我刷你一下 你蛮好玩的 哈哈哈哈 我也没什么朋友啊 所以我在想的是我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我也还好 没有没有 我是觉得 因为我跟你亲生是不是不是太熟啦 没错 但是 因为他常在房间里的 不是 我刚幻想的是 就是我如果我们去他家的话 他这样做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熟 但是 对 你们是我的朋友 对 他一开始跟我们打打招呼什么 我就去够了 对对对 如果他想要散掉我们就会赢 对对对 可是其实我们常说是邀 是我们一起邀人的 真的 甚至有时候是他提议说 诶 我们很久没有跟某某人 叫他来我们家 这方面我是觉得是一个认知问题 就是 邀人来要做什么这个东西 是变成是说 有的时候像 像老婆方面会觉得 诶我邀我 我要准备这个 我的老公其实并没有想 我只是邀了 我的老公说 我邀他来 我做我自己 我继续做我自己 对啦 想洗澡去大便 去洗澡 去继续滑手机 对啦 你们当自己家 嗯 OK 好啦 我们的结论是 这样是真的满足的 哈哈哈哈 我跟妳讲 而且我告诉你 到到现在 我帮不了你了 到现在他还会拿 就是 拿起我的那个 2year old 他也不是baby 他会说 大便了 然后会看着我 NO 我以前傻傻 我以前会傻傻 对啦 换换换换 我现在说 然后呢 下次学别人 学的他拿起来说 大便了 你就说 吃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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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指令错误 I try 吃乐冰 ARRO 吃饼 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试试看 这个这个好 对对 他是有意思 你懂我意思吗 就 对 好啦好啦 你真的是要明说 请帮我换尿布 你叫他吃掉 你说然后勒 他他也可能还不懂 真的吗 就像我说 一定要现在去吗 他也是听不懂 我跟妳讲 他租队友的地方 不是他不做 他是听不懂 不是 白木你干嘛拿起来 给他看 你把他推过去 你后面的走开 你把他走掉就好了 就说 走过去叫妈妈 对啊 催眠小孩 我觉得白木的地方是 大便的 吃掉 哈哈哈哈哈 还要跟你讲 不要 再讲一下 我不要休息 他不要休息 他没抱怨够 不要 我一定要讲完这个 好让你讲 就在今天 我们要录音 录音之前 等一下 今天是星期四晚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小的已经睡觉 只剩下大的 我们三个在那边 就玩 然后 我们在同步上 就因为他也快睡觉 所以在同步上 chill time 那样子 他在 他在 烧他一样 我老公在烧 小孩子一样 老大 不可能是 老大 刚好就是在 在扭动啊 然后刚好在我身上 然后他整个他开始咳嗽 一边笑一边咳嗽 笑到咳嗽 然后他继续烧 啊哈 然后他就吐在 他就吐东西 他就吐出来 然后整个吐在我身上 OK 哦 那当然也不能关他 因为其实兴致很高 那玩啊 你就 可是有时候 他还是在咳嗽 然后又很 上气不接下气 因为在笑 因为他 我问你一下 你老公是一个 你老公是一个 怕麻烦的人吗 还是他每一件事情 他觉得只要是 他想做就会做到 非常极致之类的 他想做就做到非常极致 他不想做 完全不撩你 可是你刚才讲这个 我是觉得你不能说 他是 出队友 这个 应该是 像像我是觉得 他不够敏感 孩子的需要 或者说孩子到什么 適可而止 没有適可而止 就像 我跟我小孩玩 像我太太 每次都跟我讲说 哭在我身上 你一定要每次要玩到 他们哭吗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超好玩的 你是那一种 我就那一种 我就是要玩到他哭 他不哭 我们这个游戏是不会结束的 所以 我是觉得 这是认知问题 这不是助队友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讨论一下 我们野孩子的心理问题 哈哈哈 欢迎回到咖啡狂香曲 其实猪队友 我觉得在教育小孩这个上面 其实会变得更猪 对 比面 打个比方 我们家之前就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 父母亲呢 绝对不要在小孩面前 或者甚至 也不要在面前 就是甚至就是 在教育小孩方向 一定要找到共同的方向 不然的话 真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对 有一次就是呢 小孩太吵了 所以我真的是 最后是发飙起来了 那我就吼了一句 你吼了 我用英文讲 他用了 shut up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然后你老婆就觉得好严重 怎么可以叫孩子 叫shut up 对 然后同一天的晚上呢 你说平常我都会加那个F 还是严重的 对 那天晚上呢 对 然后我老婆就蹦出一句 闭嘴 中文跟英文有差别在哪里吗 就你知道 我觉得猪对有地方 也不是说对小孩教育的问题 而是呢 我觉得 你在他们面前 叫我不要讲这个字 结果你自己用了一个equivalent 然后是不同语言的 这方面 其实我有跟我太太沟通过 其实 我可能这一集 很多人觉得 什么野孩子讲很少 因为我很怕我就是那个猪队友 所以我有时候 你没什么case可以加 我讲的好像也不对 等一下开放扣一个 不过这一点 这一点我真的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因为我跟我太太有个共识 就是 我们之间 如果谁生气 或者谁要跟小孩沟通 在小孩面前 绝对不要 说对方的不对 就你不要这样子了 例如说我在骂小孩的时候 你不能跟我讲说 小孩就这样子吗 你干嘛要骂他 这样子好像那个 父母的那个威严就没了 或者是妈妈在骂小孩 妈妈又在唠叨 你是要back up我 就是我在讲的时候 你就说对 爸爸讲这个就是没错 你就应该这样子 你不要来找我诉苦 然后如果结束后 你可以说 今天我觉得你有点over了 你是不是 以后不要用那么强的字 或者是 其实他有什么情况 在背后讲 让小孩子对你们的image 说你们就是一起 不要说 爸爸骂我要找妈妈 妈妈骂我要找爸爸 好像找另外一边 就会有人帮你 像我们家就是说 你找妈妈也没用 或者是我会说 妈妈刚跟你讲什么 他就说不能用ipad 我说那你找我干嘛 对啊 答案就是不能用ipad 就是 其实我觉得只要那一半呢 他没有做到 当下会危害到小孩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就是 让那一半去处理 去做就好了 他处理完就OK 像最近其实他 在反省 在debrief 对我们家的助队好很多 他就是像我们 今天晚上就是 也是吃饭 然后他就吃得很 就是乱七八糟 结果我这段就开始吼他了 然后 他就在犯起初后前面哭了 诶 我就注意到 这一次我的助队有没有出来 interven 我说很棒 然后就继续把我要 原来他刚刚上厕所没有听到 没有没有没有 他坐在旁边 然后我就把他今天该处罚的 就是叫他 我也没叫他干嘛 就面壁 想想看你今天干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再哭呢 你要哭 好你在这边哭 因为我不要你坐在餐桌上哭 我 因为我不打小孩 但是我一定会让他受到 某一个程度的惩罚 诶我问你 你老婆会打小孩吗 他好像有几次 就打屁股而已啦 也没有说真的是 我觉得 妈妈们感觉比较会打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力道就是 好像点到 可是我觉得爸爸真的要动手 我觉得是已经是超出理智 所以爸爸很怕动手 我真的很怕我动手 因为动手是 可是我在我 像我小孩就是看到我生气的时候 已经够了 基本上连我太太都会觉得说要报警 就是我平常是不会断片的 就不会断线说我真的要扁人 可是我真的要扁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要扁人 你有扁过吗 我很小一 我也是都是没有真的去动手打 但是我会给他们的感觉 但是我头脑已经乱过那个场景就是 我根本就是不是动手 我过去应该就是要踹你 就是我已经对你无话可说 我过去一定是把你打到 那你老婆有打过他们屁股或是手吗 但我觉得难免啦 我觉得这种 我是很好奇说 为什么好像打小孩 当然不是很用力的 为什么都是女生的责 不是说责 就是变成都是女生在做 妈妈在做 他们从小到大我打过一次 但是是 也不是说你们没打过 只是说好像就很厚 或是很厚 会觉得很严重 对没有我 会觉得说如果要等我出手 这种东西 我怕我真的是 因为当你在气头上又要打人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会过头 我记得我们家有一次是 我不知道讲了他什么 然后他给我一个脸就是 我不care那种脸的时候 然后我真的就是一巴掌过去 可是我的一巴掌是很轻 因为为什么 你知道孩子 因为我突然在碰到他那前一刻我刹车了 后悔了 你有理智了 因为我突然觉得他那么小 所以我的力道是大概只有一个脸 一个手这样扒过去 人家俗话说的好 只不叫腹之过 你应该赏自己巴掌才对啊 爸爸脚不好啊 你还顶我嘴啊 干什么 反正我永远记得就是 我就从小就打过这一次 其他如果你说打屁股 那个是跟他逗他玩 那不算 而且还刹车版本 那不算 而且我是有刹车的 因为我真的怕真的打出 怕打出真的打出问题 他才三四岁的时候 拜托 我这个一岁半都在打 但我是不会打脸的 就是很痛 我最近 我刚好那个位置 刚好手离他很近 他是插棒球 插棒球 我最近常常打我 你是打你老公是不是 对 那个就不用讲啦 那晚上的是我不要打 他欠打 他讨厌 叫我女王 快点 投降 不是这样 我最近常常教训 那我是提法 我真的觉得 要是有人翻成英文 那个security是不是要来 那个小孩子 那个 最近常常打 那个小的 我真的觉得想得很平 他最近学会 安全带 的手 自己拉开 所以我就跟他说 虽然说他半听嘛 我说 你每次 不可以 不可以 自己在那边撞 我 你还要演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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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效果 声效 然后我觉得他 其实懂 他就像嬉皮这样 嘿嘿嘿 我要 我要拿这个 我要拿那个 所以我要生出来 我甚至有时候是 你知道以前讲 那个 那个司机遇到 蛙皮死的那个女生 然后 他就像那样子 我说突然靠 欸 这把baby看 他整个是已经弯下去 不见了 在拿鞋子 拿玩具 什么的 所以每一次 我现在已经变成说 我每次看到他 手出来 我就 我就直接就这样 就这样 可是我觉得 这一点 我以一个爸爸的角度 因为常常妈妈 她们就觉得 为什么讲话 小孩都听不懂 然后好像自己很唠叨 一直讲小孩都是听不懂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 你们的指令都不明确 你们都是 打个比方 像你的安全带 安全带 手拿出来 欸 不能这样子喔 要不然你怎么说 打一下手 一个指令 一个动作 什么 你拿出来就打你 我是这样说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讲别的了 你的语气要坚定 而不是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这样子很危险 如果撞到 这时候没有理由 对我的小孩就是 我的语气不是这样 我要远一点 我通常会说 你要干什么 然后她就 吓到 你知道就很危险吗 以后不能这样子 但她有印象说 这是很危险 不行 结束这个东西 Please OK 没有用 我知道 我那个小的 是另外一个level 是吗 那你应该去开门把她提出去了 就OK了 她现在已经是 我一转头 我只要这样瞪她 没有 银鱼我跟你讲 你要这样子 现在有教会了 你要做一次 她现在只要拿下来 拿头去撞那个 没有 撞前面 没有没有没有 好可怕的妈妈 去撞那个头 你的 因为她是driver seat的后面 撞那个head rest 你那个都会有受伤 对啦 不留痕迹 成龙有教说 拿着电话布再撞 你这样不会受伤 你就要挑她最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那一整礼拜都不能做 两岁她不懂 你要当下处罚 因为她连贯不了 她像一个狗狗一样 你不能说 三天以后说 你三天前大便 没有大堆地方 我觉得可以 我们家有几样小事情 就是被我 你家几岁了 那时候也是三四岁而已啊 她这个才刚两岁 她才刚会叫妈妈 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是 妈妈不 不 两三岁 两岁好了 两岁 好有画面 两岁那是你没有绑紧 对 为什么你没绑紧 我有绑紧 你有拉那个线吗 你有拉那个线吗 她是现在长大大一点 她才懂得折进来 那下面 下面那条线一拉紧 全部都贴住了 那是真的很紧 那是真的很紧 没有到整个这样扣 她就是要扣住啊 可是有这样子 没有 你手要过来是不太可 而且你知道你这个讲法 你第一没拉紧 第二是你其实如果真的不行 还可以买那个中间扣什么 一扣 我觉得要那个中间那个 她就被逮捕了 哪里都起不了 我觉得这个是 你没拉紧 对我就没拉紧 你拉太熟了 因为我记得她们两三岁的时候 还没办法自己挣脱 那三岁到四岁的时候就超多 没有你家的不一样 你家比较有肉感 对 哦呦QQ的 对对对 没有啦 所以讲到重点就是 你要让小孩子知道说 诶 就是不能做这个事情 然后夫妻两个都要同志 两个一起 不能让她觉得我有侥幸 诶我这样做挑战你一下 像是在这方面 看她应该还 你的 不要一直讲你的猪对 因为我刚才也算是朋友 对 就你的老婆也是 还不至于说在她面前 说爸爸这样讲 不对你不要听爸爸的 没有到那样子啊 她会她以前会 但是最近 因为我们聊过一次之后 真的是要聊 她就刹车了 要沟通 像今天晚上 她就刹车不打你嘴巴了 哈哈哈哈 这都是你学到她 对对对 她这次今天晚上就真的 她都没出声 然后我就让我把我要讲的 处罚的全部弄完 还让她回去吃完饭 然后她再去跟那个小孩 我们家也是已经有共识 就是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一个人在处置 或者说在discipline的时候 就另外一个点点 对对对 那在我们家 或者是协助 不要去 对对对 不要去干涉 不要去干涉 我甚至不会说协助 说你看 你看听 我不会说 试着要火上加油那样子 我就说OK 我知道 因为被骂其实是难过的 所以我不要让她觉得说 她之后 我其实会 算是一个good call bad call 之后她还可以跑去 跟另外一个人说 但是要之后 但是要之后 但是之后就说 我刚刚爸爸骂我 然后我就会说 那爸爸为什么骂你呢 那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做一个好 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 他肯定不可以找他爸 像我跟我太太 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 那种很爱脸稍微 就是 跟小孩我也会 所以我小孩现在都会 你知道都是 年纪还蛮小 我在讲一些 dad joke 他们都会翻白眼 然后又讲这个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 像我太太有被我感染了 然后到现在她又觉得 我都在脸稍微 她就会跟着一起脸 然后 打个比方 像她有时候就是 在骂小孩 骂一骂 你看那衣服 下课回来 衣服也不上去浴室 什么什么什么 跟你爸爸一样 然后全部人就看得我 那这个算是 我是猪队友 还是他 是我猪队友 所以我感觉 或者 或者是说 欸 叫你去做 对 叫你去做这个东西 叫你把那个 刚讲完你又忘记 跟你爸爸一样 我觉得好像最近也是 做这同样的事情 下次你老婆都会不要叫 跟爸爸一样吗 对 然后我就说 欸你为什么每次都 可是我现在也会跟他俩跟你妈一样 然后他就说 欸那你为什么每次都在讲我 他就说 没办法啊 那两个是我亲生的 你不是 我说虾妹 连这个都 被看不起了 就很凄惨 所以我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 我家里的角色是 我是猪队友 还是他是猪队友 我应该是比较猪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 我好像没什么好贡献 说他有多猪 怎么办 我完全不要想把你讲话 OK OK 就是我觉得对了就是 男生女生毕竟他看法 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不一样 所以像我们回到 所以公透的模式也不一样 回到一开始我觉得 拐弯抹角弯 对就是拐弯抹角弯 不对 对啊 抑郁又出现了 你看有时候你 instruction给的不够 不符合这个人 还有一个就是说 像我们家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觉得看到的那个人 去处理就好 不需要说看到之后 然后就觉得是另外一个人 没有做 因为我也常常看到什么事情 然后他可能辣掉 然后就把它剪一剪弄弄就好了 这样子最简单一个 那个头发 他们女生洗头发一定会 你越讲越 你每次讲你的case的时候 我都觉得 你就想要反驳他 没有我又觉得我那个真的是猪队友 真的吗 他弄完 我弄完就不讲了 可是有时候他看到 我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怎么又不弄 我就觉得你看到你就做 不然你就叫我去做也可以 没有啦 不需要多念那语 这是天性 你弄我一天吗 我可以讲 猪队友No.3 登登 我每次你讲到一个东西 上个星期三 其实我 其实我刚刚 我刚刚没什么东西想分享我的猪队友 我觉得这还有一点临时想不算 可是你每次想說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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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頭髮吧 輸我頭髮等一下 輸我頭髮他還能做 洗澡嘛 因為我長頭髮 然後會掉髮 然後那個洗 淋浴間的時候當然就有 那多的時候我覺得 就剪起來 比如每兩三天 就剪起來 然後有一次吧 一開始有幾次他 不是每一次喔 不是每一次 沒有每一次 因為他基本上不會做 有幾次他有可能真的多到 有點太多 已經淹水了 對對對 沒有重點是 他就把他拉 到旁邊去 到旁邊 然後洗澡就出去了 他還不拿去丟掉 等一下 我打個岔 我也有會 有時候 但是我跟你講 兩者之間在哪 第一個是 如果我一開門就看到 我就會拿起來 再出去 如果我今天已經進去 我腳是濕的 我不可能為了你那一束頭髮 把腳再弄乾 走出去 丟完之後再回 那你不能洗完澡拿出來 沒有沒有 洗完澡再拿出來的 通常那個頭髮 通常那個頭髮 洗洗我就忘記了 沒有他常常是這樣子 譬如說他的洗髮已經用完了 所以他會帶一個新的進去 他把舊的 就放在淋浴間的門口 對 然後就在那邊 我就看能放多久 就真的放一個禮拜 到最後還是我丟 就是這種東西你知道嗎 其實 他會做事做到一半 然後我說為什麼你不順手 他就說 哎呀我到時候會 我說可是你 垃圾桶就在淋浴間旁邊 對啦 這種東西其實我是覺得 就像你老婆在說 啊你襪子就 就丟嘛 沒有其實 就是有時候就是 放錯地方 或者是你回來只是臨時的 然後 就忘記了 可能還沒有 還沒有去做完整這件事 就被他抓包 犯徒就被抓包 Oh trust me one week enough 是啊 之類的 可是我是覺得其實 我剛認真想一下 這集應該找我老婆來講 哈哈哈哈 因為你真的提不出什麼 哈哈哈哈 沒有我個人要為我自己的反駁 就是其實我老婆他們家 就是 人家說 你看你的老婆 你的岳母就是你老婆的十倍 那我岳母 十年 二三十倍的功力嘛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邊跟我 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的岳母 因為他叫岳母 岳母大人 對他是真的在這種 整潔啊 或者是 收東西啊 或者是這種 縫啊 東西都 都真的是 很難超越 他收東西真的收的 真的是汁乾淨 然後家裡保持著 Mari-Kono 真的很乾淨 你想想看他的女兒 只有他十分之一的功力 也是厲害的 所以其實 我們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真的是那個 要一直要 讓我改變 而到最後他放棄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到最後就變成說 他被我感化了 他有那麼嚴重嗎 因為我印象中你也是 滿 不是說到潔癖啦 可是你是整潔的人 我沒有到 髒啦 你生活起居不是亂的 因為其實我是這樣子 就是男生大部分 像洗衣籃進來我房間 有時候就來不及摺 然後你又要穿衣服 你就從洗衣籃拿 你就不用再摺 然後再拿出來再穿 你就double handling 我用那幾件子 再拿 再換嘛 像我太太就不是 他洗完衣服拿到房間 他就必須要摺好 放歸位 而且他有 他會摺你的嗎 他會 可是問題是 他剛開始有在教我說要什麼摺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一套 沒錯 每個人家有自己一套 內褲要這個摺 襪子要這樣摺 T恤要這樣摺 襯衫要幹嘛 你懂嗎 我會覺得太麻煩了吧 或是衣服 這個要跟那個洗 那個要裝那個洗衣袋 那個要 我就what the hell 反正就 他的standard是至高啦 然後我說 真的 那個床 例如說剛開始 那時候我們還在 就是交往的時候 欸 你還沒洗過澡 你來我房間可以 但是不能坐我床上 我可以坐在床上 這一點我跟他老婆很笑 對對對 我也是那一種 沒有的可是我的意思說 他的standard一直都這麼高啦 到最後現在就是 懶得就倒上去啦 然後 我們家裡 洗衣籃 那個洗衣籃抽回來 有時候來不及 也是從那邊拿 但是他還是會熟 但是慢慢的已經就有點 被你通話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很 就放過自己啦 對對對 我會說 欸我真的沒有要求這麼高 那你沒有達到 或者你很忙 然後你也不要勉強自己這麼累 然後 當然 反過來也是 你做不到你也不要要求我做嘛 欸對我覺得這是重點 對 就是你不要說 你都是給你自己壓力之後 你覺得都是別人的問題 所以變成說 那個人就 就應該要幫你 或者是就應該要做這些事情 有時候事情看到誰 我覺得真正就是 誰先看到誰做 然後或者是誰覺得受不了了 誰先看到誰做 拜託 是誰先受不了 對啊 誰先受不了也是可以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 但不是每次都是他做 可是後來我們找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點了 就是我們家其實後來分得很細 就是也不是到很細了 就是變成說 有講好就對了 廚房 是他的地盤 那我就會盡量不去干涉他 比如一些擺層層 這樣子我回想起來 我們家我已經沒地盤 欸沒有 游泳池 沒有沒有沒有 言下之意 他什麼家事都不用做 因為不是他地盤 也不是啦 就是說 聽得下什麼樣咧 像我們家開車出門是我 像我就是人家 人稱澳洲 Uber Eric 而且譬如說外院 就是游泳池什麼 就是你在顧 也沒有欸 沒有就是 我現在認真想 就是我太太其實還蠻厲害的 我真的是豬隊友 好我是豬隊友啦 可以回家了 差不多就這種概念 但我是覺得 要達到一個平衡點了 當然 你們還沒有 現在我們的那個平衡是很歪 但是 還是雙方可以接受的 容忍 當然女人接受 應該是說我可以接受 他不一定可以接受 我也覺得 是看誰能接受吧 對啦 但是我必須說 他是真的在那個standard上 是比我高很多 那可能 對啦應該是說 他希望保持那個standard 對 那就 那就加油吧 所以我就覺得 那你就請 可是不要要求 沒有夫妻就是 我常常講的就是凹凸嘛 有一個人一定是凹 就是要多做一點的 有一個人一定是凸 就是要被 在某方面 不要被cover的 那當然不是全方位說 賺錢也是你老婆賺啊 收也是你老婆收啊 煮飯也老婆煮 買菜也是他 都是 這也不對 但是 賺錢也是老婆 我們這是手語節目 我賺錢也是老婆 對對對 所以我是說 要不然就會 跟淫雲一樣 那張紙就會擺到枕頭上 真的啊 真的很慘欸 真的 他比較慘 對啦 所以 所以就是anyway 夫妻之間沒有對錯 我是覺得 就是找到一個完美的 我也是覺得說 其實說實在這個 整個豬頭論 其實 不是很成立啦 就是其實你轉換一個 一個態度 你會發現OK 一個願打 一個願難 或是說一個人的要求 比較高 另外一個人覺得 跟不上 就是看法 容忍度 跟那個 做法 不一樣 沒有對 其他 其他沒有對錯 對啦 好啦 那就這樣子吧 希望大家 你也有什麼好說的了 都不用再走到那一步 哈哈哈哈 好 謝謝大家 哈哈 感謝大家收聽 希望下週 能夠再跟大家一起相聚 那我們在Facebook 是CafeRPS 以及IG也是CafeRPS 希望大家來找我們一起 加入我們留言 按讚點閱 我們的這個YouTube頻道 以及 當然訂閱是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很希望大家的訂閱 如果沒有訂閱足夠的話呢 我們可能就見不到你們 哈哈哈哈 你們也聽不到我們 你們就是豬隊友 豬隊友 另外我們的官網是 restudio.com.au 就可以看到我們很多的消息 那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說一聲玩 拜拜囉 拜拜 下次見 你們 坐在這一刻 坐在這一刻 We've seen you You're always in my heart 每當我想起你的時候 再忙碌還是要 You should check out Being to you Wanna be with you Forever Forever 啊 啊 You should be